Hello 我是勒勒勒勒 今次講一講聖誕抽蛋抽不抽好 聖誕抽蛋在今天15號維會完之後就開始了 而今次是有兩位新角色 加位新的轉身進化 再大量武裝加入了 一如以往地在講抽不抽好之前 勒勒勒勒先講一下這個平級 今次就分了S級、A級和B級三個level 好 先講S級角色 先看看吧 S級角色第一隻就是.... 這裡是沒有的 這裡是夠重,夠土鑑 是新角色機械 聖誼之魔導機,Menor 機械 定位是木隊攻略隊長 用進化前 這個特點是怎樣 就多了 首先是27cd變身重 覺醒2sb加2回合加速 變相4sb 變身之後是全攻型覺醒 覺醒火力非常高,雙10屍5橫牌 這個火力不但常駐,還要是輕易的頂攻火力 但可惜是變身總限制傷害比較可惜 頂多20億 再者第三技能是爆發型攻略技 兩屍的加攻加變換技本身是鼓攻力性 加上是雙色變換水暗變木 即是這一回合是非常高爆發力 這一招也是類似真人的技 所以是非常不錯的 而第四就是木隊攻略型隊長 全三位1.8倍半減 最大1.6倍攻3C加算 假如有人追打,木潛艇就可以Sk8 但正正因為沒有追打 這隻機械妹就是木潛救星 怎樣說呢 因為兩者的傷性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無論覺醒的橫牌助攻 技能的爆發力 加上加攻技 再加上隊長的傷性也是非常高的 因為機械妹隊長技是不多不少 算是彌補一點才木潛艇不夠的護複力 再加上加算不夠的問題 所以兩者傷性是非常高的 而武裝方面就是防魂加3木橫牌武裝 再加兩回合的威嚇 個人認為就還好 OK 這隻是S級的MENOR 技能 而第二隻S級角色就是... 都不用多問了 就是新九星寵的Selica 聖誕木龍刀 定位是火隊隊員 用回進化前 特點是九餅加上支斗同時持有 那為甚麼叫九餅呢 各位 大家細心看看這個icon 這個設計圖 這個超年強化的icon 你要發現 它是零零四射像一種食物 那是甚麼食物呢 3 2 1 開估 就是加盾狗 加盾雜餅 我想各位新年都收過不少這些禮盒 它跟其中一個餅款是好似的 是非常之似的 而這隻餅呢 LuckyLucky都是稱為狗餅來的 希望各位之後跟回Lucky 明明的新學名是狗餅 狗餅覺醒 狗餅強化 好 講回整體 木龍都是新覺醒的善品 所以強到如何呢 即是試一試才知道 第二就是攻略型技能 2CD解lock 加解手指加手指 再者火生成技 這一類技功能都是非常之高 第三就是橫排型隊長 非變身來說1.6倍血半感都算OK 但個人認為偏周回用 而武裝方面第一把就是盆栽武裝 這一把都是功能性不錯的 有SB、L字、解磅、威嚇技、破傷吸收 即是4SB加多功能的武裝是非常之厲害的 而分歧二就是一把防、綁、三火橫排加2血強化武裝 這把算是火大魔女型武裝 兩隻覺醒是相似的 而這把CD比較短是難計成一點 OK 好 再下一個S級角色 就是… 這裡是有的 就是舊角色9星的大魔女 聖誕光魔女 定位是火周回隊 用回進化前或者武裝 進化前是超周回配置 首先覺醒4SB環牌加上超覺醒新加的狗餅 整個配置都是周護勇 第二就是火花技技 第三都是環牌營銷的隊長 所以整個配置是超周護勇 而武裝方面分其一就是這把 都是周護勇的 是火環牌加BONUS強化 再者都是火花技能 而第二把就是非常美的武裝個環的位 是SB火環牌加封印耐性加3回合加速 即是18CD的4SB武裝 這一把火隊來說是非常實用 攻略性周護勇都OK也是適用的 亦都是因為這把武裝是將它平衡S級 好那S級角色就講完了 接下來就是A級角色 A級角色第一隻是... 這裡都是沒有的 是新角色夏侯敦 定位火攻略隊員 用回進化前 進化前角色是攻略型 有毒耐性、暗炎耐性、傷耐性持有 再加超角色的狗餅輸出 而技能都是漂亮的 5CD貫通技 加有個半解消珠的效果 雖然5CD來說都是漂亮技 亦都是狗餅隊優先度很高的技能 因為有個貫通無效 而第三隊長技是輕減65% 兼施1000萬追打 這隻是可以搭聖誕無龍刀的 武裝方面一把是耐性... 4層魔耐性、屬級加貫通的武裝 都算是多對應力的 而第二把就是SB加封條加貫通 這一把就麻麻 下一隻A級角色就是... 就是你啦 非常可愛的蛋龍 聖誕蛋龍 定位是光攻略隊用回進化前或武裝 進化前是超平衡、超平衡的覺醒 怎樣說呢 超過性10C加7C、7C 火力不錯 再者是暗炎耐性加2秒的手指 都是容易用的 技能方面8CD技全解兼加速 這隻算是光隊少有全解技能的角色 因為光隊是很少全解技的 所以蛋龍就變相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三就是隊長是非變身3倍血 兼自身大加算大追打 整個配置同光色神、黑、龍是幾搭的 而武裝方面一把就是攻略型武裝 SP防、綁兼威嚇技兼全解技 第二把是血強化加L字加全解武裝 個人認為第一把是適合用的 好,那Next One Next One 下一隻就是聖誕灰幻魔 定位是光的貫通隊用回轉生進化 轉生後是攻回兼備覺醒 首先是核彈向火力 3個貫通無效兼10C 再者3個深強化4SB 覺醒個人認為是類似火水盾的覺醒 但技能就差一點 9CD技解消珠兼三色陣 功能上和目前最主流的光隊隊員修羅 功能上是有點想撞 而隊長方面是7x6隊長 可以轉隊長用 OK,沒了麻麻就不用看了 下一位A級角色就是...就是你了 聖誕的冥讓神 定位目攻略隊用回進化前 特點是泛用性高的覺醒 4SB加3 7C貫通的覺醒 又不是L字都不錯 第二是OB型技能 OK,那何為之OB型技能呢? 看回3CD的... 雖然是減手指一秒,但變相是解手指 再者解回復解LOG 兼且目一列生性 3CD的4功能性 而且是非常實用的 所以幾乎是目屬OB型技能 但可惜的是和目前的光氣白 功能上是重疊了少許 個人認為光氣白是適合目前的 好,那最後一位是...就是你了 聖誕魔神雀 定位火攻略隊用回轉身進化 特點是火combo型覺醒 4SB邪魔耐性 兼且3個最大3個火的傳消 第二是攻略性技能 6CD的全解技 兼且火心生性 這一招技這陣子覺醒 個人認為是很適合火combo隊 特別是火W隊 武裝方面就是一把防魂兼解綁兼全解武裝 配置都不錯 OK 好,下一隻A級角色就是...就是你了 聖誕炎天使 定位火周回隊用回進化前 特點是超周回形配置都是 6火橫牌加狗餅 超有星生狗餅 今天4CD火橫牌生成技 再者隊長3C加算隊長都是橫牌用的周回用 所以整個配置是超周回用 而武裝也是超周回用 是5火橫牌武裝 所以假如Ming火隊的話 這隻周回是不錯的 好,那A級角色都講完了 接下來就是B級角色 B級角色就真的一般 首先帶一隻是黃龍 OK,黃龍神 定位是光多色隊用回點陣進化 特點是泛用型覺醒 有4SB 7C 7C 加上超覺醒10C 火力不錯 第二是技能12CD解轉轉轉兼解手指 在Skill Charge之下是6CD 都很快 OK 而下一位是聖誕玉患魔 玉患機 玉患機是木的攻略隊員 用回夠盡 夠盡之後都是發用性不錯的覺醒 因為最大是6SB OK,6SB覺醒 今天技能是8CD的天降loop技 可以自己loop的 但其他就還好啦 OK,再者是聖誕死神機 這隻是光無效隊隊員 用回進化前的 特點是18CD的敵人轉光束 這招也是光無效隊專用 好,再下一位是聖誕的卓冥魔 定位是木攻略隊用回進化前 特點是L字加4個7S強化 另外也有暗炎耐性持有 但可惜L字和木潛艇就不太合適 因為5CD的解鎖解角都很合適 可惜是玩L字 好,最後一位是聖誕的貿易箱 我不知為何是連圖鑑都沒有 那貿易箱是木多式隊隊員 用回進化前或者武裝 特點是變身後是最快4CD破傷級 但個人認為武裝更好 是SB加3回合的破傷級武裝 加上18CD是夠短,都蠻合用的 好,再者下一位是聖誕有格 定位是火周回隊用回進化前 特點是10CD兩色陣技加解角 隊長技都是周回容的隊長技 不過這一類就不流行 好,那排名就講完了 其他沒有講到的角色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一來角色太多 5星、4星都有 6星都有 但強度是非常低的 而今次可惜的是... 8星的劉璃 說真的真是不知怎樣用 無論武裝和進化後都好 都不特別的 而加尼也是可惜 加尼作為PND前的生招牌 大家的女神 但現在BUFF都不BUFF 設計師是完全不想來的 所以都是可惜的 好,那排名講完 最後呢 就講一下今次抽不抽好 各位 首先講一下抽的原因 抽的原因第一個 就是想救木潛 OK 今次聖誕的抽打毫無疑問 是官方近期助攻木潛最明顯那一次 因為新角色木機械妹的助攻能力非常高 與木潛相搭起來 即是機械妹搭木潛 是完全有機會將木潛的編成強度最高些 感覺就類似宿羅真人隊的砌法 一邊回心珠一邊輸出 這個突發是非常之夾的 個人認為 所以機械妹的出現 浦磨疑問是救木潛的 所以想救木潛的角位 要抽的話我都諒解 OK 那你們是本主一份愛 而第二呢 就是拍一節 OK 聖誕節拍一節 抽一兩三東西四五東西都是正常的 拍一節 過時過節都是消費一下 而不抽的原因 首先 救局強化太低了 真的太低了 有些角色簡直是沒有 即是剛剛講到嘉莉那些 所以這裏可想而知 官方設計師是完全不想不夠重 只是推身重 兼Skinpad的重 而第二呢 新武裝實用性不高 即是厲害的好笑 都是九星我批 其他五星六星那些 幾乎是聚員都浪費氣了 第三就是大獎禍大福 OK 要是中三隻S級大獎 要是中福 而在S級的大獎方面 總共是1,2,3,4% 4%中獎 A級不算了 你起碼是80%中伏 在這麼高中伏率情況下 我完全不建議抽 OK 今次聖誕抽彈 他整體評分是4 over 10 即是4分 分數都挺低的 我個人建議就是 因為想抽的角位和不想抽的角位 最好都是等下星期五的三放送 因為星期五的晚上17號 PND會大搞年尾三放送 年尾三放送通常都是大單 OK 最重要是到時會公佈EFENT加合作活動的新情報 所以這次的三放送個人都非常期待 假如各位捨不是太多的話 即並不是課獎的話 不是投票中的4%課獎的話 我建議都是等下三放送 好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希望給大家訂閱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